Hello大家好我是前辈 我们出来吃午饭了 大家都知道我跟主驾是肥肠的爱好者 然后我在找甚至哪里有好吃的 然后就看到了一家肥肠宝 我是被这个图片给吸引的 看着是不是很诱人 今天我们就来吃这个了 就在这里 是这家 香火肥肠 这是肥肠鸡包是肥肠跟鸡肉的一个砂锅宝 双拼 然后又点了老豆腐啊 香肠炭啊炸腐猪 就这种嘛小吃一点 我感觉它这个特别像鸡股宝 对分隔一样 它这家店还是吃那个 酸菜的我感觉 酸菜鱼 还有湾州烤鱼啊湾州凉面啊 还有什么 酸菜鱼湾州冷面都有 烤鱼 来拿这个好吃有点辣了 但是我才不 我在图片上看到那么多的 看到的其实是 酸的都非常棒 这真的好像鸡菠萨 辣味都很香 味道蛮好的 这个非常 是那个肥油 这个是肝脂 也不油腻 他最爱装的干饼肥肠 干锅肥肠 那个也有 但我从3月份前 穿出来的干饼肥肠 越吃越辣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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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感觉不够吃 都想再浇一个饱了 肥肠和鸡菱吃完 现在开始烫生菜吃 你吃饱了吗 吃饱了 我们来到了一个巷子口 去找那个快递 我们积分快递 我感觉这里两户人家 都可以伸出窗口 去握个手 这一块好热闹啊 是吧 星期二人就这么多 我们现在就在逛市区 我感觉大家都不用上班了 都年轻了 这个应该上班的点 学生也不可能 学生也在上班 很多年轻人 我们等一下就去文和友那边逛一逛 正好有这个和鞋 放大 前面还有288多在排队 他是不是把这一整状楼都改造了 肯定啊 文和友是 就是一个小吃鸡 能不能这样简单的 美食城吧 风格就是八九十年代的那种 天哪 就是这样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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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然后再进去 那应该没那么夸张 好 这里真的是氛围感 真的是挺好的 氛围感 直接扒满 是吧 怪不得这么多年轻人过来 我就过来晚晚也挺好的 他这个好像是4月份还开了 那就这个月才开月份 几乎都是二十几岁的那种人来 太吵了 贝京夜太吵了 我就直接吃了吧 黄 红 绿 这颜色还挺好看的 有点 cet焗蛋 有点猪肝 尽量新鲜 哦 我自己炒的好吃哦 对啊 生蚝大还是蛮大的 吃起来是蛮新鲜的 但是我觉得炭炒的香味 把里面就够热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